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在乎学历的人 过去的我几乎把未来与考试画上了等号 但直到重考试历后 我开始尝试想要找回过去对于梦想的热忱 于是我试着和身边人谈论有关创业的想象 但得到的往往是一些自我否定的回答 但直到参加了YEF 甚至去了美国 让我的想法又重新被改观 在Stanford攻读电极资讯博士学位的09年代表 进化学界 她因为在台湾不满与安逸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组合大企业 而来到了美国 从职场再回到校园 我想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大的挑战吧 在舒适与蜕变的取舍之中 她勇于投入陌生的环境 与对课业的挑战 也要借此打破自己对于舒适的惯性 增添自己视野新的色彩 在台湾我们常常把梦想藏在心底 不敢说出口 但从美国回来后 我时常会问自己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勇气 面对最真实的自我 以平常心告诉他人 我们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梦想 什么样的目标 甚至如何有勇气 面对自己最大的不安和恐惧 我想要YF这趟海外参访旅程 所得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Where you live does not define who you are 我们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梦想 什么样的目标 其实和我们的学历 经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请不要再拘泥于过去 把身上的标签撕下吧 好好去闯荡这个宽阔的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精彩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